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是红点的黑酱 应该是叫文武黑酱吧 应该是这么叫吧 好,红点的包装好像就不多讲了 前面做过不少支 那都是一样,我很喜欢很简单的包装 然后有一些各种的标签 就是各种过了什么ROS9001 都是非常正规的一些标准 非常的喜欢 然后包装上面也是非常小 不会说很大块 然后方便我自己收起来 这种我很喜欢 我不喜欢包装太大的 还有笔的话还是一样 就是里面的一个M字形的 这样子一个指托 然后再配上这样子一支笔 那其他有些什么 不错 哇,这质量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里面应该没有啊 说明书应该没有了 好,那大概这样子吧 有有也没关系啊 这个不是很重要 反正买了应该都会用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把笔给拿出来 哦,这笔偏重偏重 那啊,插把的 好,那个,哦,这手感可以继续 呃,先看一下大小吧 还是一样 离行公司 好,一样的我的 M1000啊 M800 M800的话就是 首先这样子 它的长度跟M800基本上是差不多 那稍微比146这样子 如果我这边齐平的 对,齐平的话 它可能就会稍微长一点 如果整笔来看 然后呢 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笔的一个 好,怕笔滚下去 好,那一个继续 插把啊,插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哇,但这笔真的 啊,是不是太久没摸金属感的笔 而且金属感的笔 感觉没有那么粗 没有没有那么重 这个用药感觉很足 好,笔件来讲 能看到就是说 嗯,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 我这样子吧 还是好,笔件能看到这支笔 本身的笔件非常非常的小 呃,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小尖的 能看到就基本上能差一大截了 差了三分之一 另外呢 一个就是笔 但笔,笔杆的话 它的粗细跟别的笔来 好像没差别 就是笔件比较细 那笔件比较细导致什么问题了 笔握也会比较细 那这支笔的一个握感应该 呃,个人不会特别 呃,喜欢 因为 个人是喜欢用一些 就稍微笔握比较大的 而且我,我拿笔的是拿的比较高的 那个人 所以说个人 个人上的话就不太喜欢说 他呃,笔握太细 因为我那本身拿的高 那拿的高 也就是说我本身拿笔的方式是比较现代的 就是其实我是拿原子笔那种比较多的 钢笔通常它的一个笔握的重心都会偏下一点 那如果偏下这里还往弧,这边还往底下拉弧 那用肯定就舒适感肯定加强 但是,呃,怎么讲 以书写效率以及那个 呃,顺畅感来讲的话 它就差那么一点了 我觉得 好,那还是要 这支笔刚刚也讲的很重 不知道这个重量是多少 我们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样 呃,47.9 好 那应该算不算重了 我也不知道 47.9g 好,那个拿出来 看一下能减多少 哦,24.4 这个反而它倒还正常一点的 这样子看反而还轻一点 那这个笔帽就是很重了 哦,笔帽基本上跟那个笔杆差不多重了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根笔线 为什么叫黑匠呢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了 那个国产笔我真的不是很懂 那看一下这个笔夹 哎,啊啊,不能按吗 好像好像还是要这样子 我以为是可以这样子按下去 然后这边会弹 就跟我平常用那支爱城一样 看来不是 好,那笔的话 首先整根的话就是一个漆杆了 这个是应该是感觉笔杆这个地方 感觉像是一个包胶的一个工艺 就里面的还是 对,里面应该还是一个金属 然后外面包了一层这样子一个胶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一种工艺 然后它这个反而挺低调的红点这个支 然后你盖起来,哎,收起来 然后呢,拿起来才看到 平常好像没看到一个logo在上面啊 这点给予一个好评够低调 嗯,笔帽啊 好久没有看到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笔帽了 是往里面凹的 然后还加一条线啊 有点小细节 也不是说 但是也不会说很夸张 或者过度细节这样子 这个纹吧还是一样 这个我真的不是很懂啊 没看懂知道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比较上倒是这个线条 我个人挺喜欢 这边一般般 但是这边下来 然后这边粗 然后这里细 而个人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喜欢的 就单纯我手指盖上 对,凸粗的这一角 盖上的部分不是我喜欢的 然后露出这个部分 才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线条 然后下来呢 这个整根笔的话 从这里最粗 这里是最细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那个防摩 应该套筒里面现在都有了 应该很少说没有了 整根笔看一下它的配重 哇 可以可以 配重也是一样 很适中不会前不会后 这样子 然后呢 笔尖的话 还是想吐槽一下 我买的是一个EF尖 大家看一下这个尖的一个效果 笔尖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感觉现在的笔尖的一个美感 或者一个漂亮的感觉 就整体都在上升 然后呢 这个笔的话 本身是一个磨砂的 也不能 应该算是磨砂的一个手感 但是你摸起来还是有点滑的 不是那种真的磨出来是沙的那样子那种感觉 但是处理工艺是那样子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地方是好像这个地方 过渡的不是特别好 这个地方不是我看错了 感觉这个地方边就包胶的跟这个过渡好像差了一点点 希望可以再顺一点这样子 然后这个笔帽然后这样子插进去盖上 这个细节我可能是挺喜欢的 这种哇好低调 这种的话如果放在贵笔的话 就是那种品牌的特别品牌价值的笔 这个细节放出来就真的哇很不一样 好 应该选看看一下里面的一个新墨器 这两个感觉重量应该差不多吧 然后新墨器应该平常的一个国产的3.4 应该的可讲的不多 然后笔舌的话也是常规的笔舌了 看起来也OK 但是为什么这么浅色就说实话不知道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笔尖 那像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笔尖 然后估计比较不好去那个不好去看 我觉得 而且还是黑色的 那个黑色的不好照 不好照完全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好 OK那看一下前面 应该是一个偏也算是刀锋打磨 我们讲应该也算是吧 算是一个刀锋打磨吧 毕竟它是国产笔嘛 基本上都会比较偏这样子一种打磨方式 前面会比较斜一点 然后就跟他这个笔夹一样 中缝的话应该笔也算比较细了 因为你没有明显看到一个中缝 现在能看到一点 但不是很明显 那出墨来讲应该也是非常控制的 非常好的 我个人觉得好 那个笔尖 这一面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前面 啊 不好意思 好 OK 大概就这样子吧 我觉得 好 那还是一样 那该拍的拍了 然后 速写阶段还是一样 那个这个 但这个笔的话真的在材料上面来讲 我觉得它是突破的非常强了 如果这个的话 主要个人不太喜欢用皮的 像这样子橡胶的就感觉 很有现在什么的 就是汽车或者表那种的 就是 那种突破性 因为现在好像 比较流行那种胶表带 对不对 就塑胶的那个表带 这个就有那样子一个感觉 就是整支笔的话 就是很有现代感的一个设计 特别是它的工艺 就它的工艺取向的话 就是非常有一个现代感 好 那一个 我去拿一下本 好 回来了 那一个 赶紧把这个笔给插一下 可以可以 好 缩写一下 哇 这握起来 不错不错 这好想这样子压 一只 嘿 呃 OK 那 前面的一个 视频 有拍过叫waterman 我就直接在这里写 你们就可以直接对比了 啊 我个人比较生子 没事拿一张新的 太浪费了 然后这个 这个 好 书写完以后 呃 整整笔来讲 笔尖的书写感受我还还可以 呃 没有特别感觉到非常怎么讲 非常惊讶 也不会说 感觉到非常恶心 终归就也挺不错 反正就是 能的用 基本上 而且笔尖的一个幅度出来能对比到 就是说有点比我0.5的这个要细一点 这个可能是我刚刚没有洗 好 我手没擦干净 嗯 笔的话 听一下这个声音 滑顺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阻尼感的话 也有一点点 那做写中文的还是国产笔和乐笔做的比较好 但个人更推国产多一点 因为价格上 性价比更高 另外呢 握起来真的个人觉得还是笔尖 还有可能个人用的不是很习惯了 我自己 嗯 笔尖的话真的有点小 另外笔握的话 打滑的问题 我倒觉得不太明显 另外主要是觉得就笔尖太小 笔握太细 主要这两个 其他的话 其实他的整个配重感非常扎实 这个我先打开一下 整笔写起来以后你会感觉到就是说整个笔的重量非常集中非常扎实 不会说我整个重量非常分散 就是说不长不短 就是说因为 呃有些的话他有时候这个地方就做长一点了 但是他这里又没有收 那就感觉会像现在套笔帽这样子 这次倒不会 写起来其实非常舒适的 真的是可惜了 这个简有点小 不然其他的我个人都挺满意的 另外摸起来的手感也是挺不错的 非常的现代 有非常有自己的一个品牌特色 我觉得 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了 呃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有什么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呃 那个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